那么我们采访一下钱老板 您对上一台成龙旅行家的这个驾程体验感 感觉怎么样 舒适度挺舒服挺好 挺舒服 对确挺好 安全细俗 舒适度都挺好 包括那个风阻油耗啊 感觉还好 平均总和油耗我算在30个左右 就是感觉哪哪都很好 您这个笑容都已经挂满在脸上了 说明今天真的是非常的高兴啊 那钱老板是 之前是通过我们的直播间了解到我们的这款车的是吗 直播间了解 以前就是一开始出了个600马力那个概念车的时候 那时候早就了解了 买这个车都等都等一年多了 就是已经等了好久好久了 对对对对 这个是提第二台车 这一次正好又过了两个多月又过来了 又来了 那之前有在我们成龙旅行家上面洗过澡吗 洗过 洗过 感觉怎么样 挺方便 好 那我看到您是这个爱人 跟您一起过来提车的两次都是啊 对对对 那您平时跑车的时候会带上爱人吗 也一起跑 平时都一起跑 对对对对 那爱人对于这个车的感觉怎么样 百分之一百万一 百分之一百万一 好谢谢钱老板对我们的认可啊 那您觉得成龙旅行家给您的这个跑车生活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有改变吗 第一是舒适性 第二是安全 所以说心情呢也不一样 就是总的有的人嘛他追求不一样 有的人追求是我要赚钱 我追求是舒适性安全性 然后才赚钱 对就是每个人的追求不同 喜欢不一样 看出来了 钱老板是一个对生活非常积极向上的人是吧 就是充满了阳光 那么我们也再次欢迎钱老板到我们的柳州来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